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今天新增72例境外移入以及6例本土个案 分别是西提餐厅供读生的两名同班同学 以及一名同住家人确诊 另外还有三名顾客 台湾机场传播链扩大到联邦银行 再扩散至西提餐厅 就连不同天用餐的顾客也确诊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世忠表示 从中看出Omicron的传播速度确实很快 不到三天就往下一波走 西提餐厅群聚在扩大 聚会中心15日公布新增6名本土个案 餐厅供读生两名同学以及一名同住家人确诊 另外还有三名顾客确诊 其中两位与案17630同天用餐 而且距离较近 但另一位是两天后才到餐厅用餐 也同样染医 联邦银行行员案17630是日前确诊居服员的接触 聚服员是被淘机手推车员工传染 指挥中心表示从病毒序列来看的确相吻合 从机场这边后续透过这个手推车 然后居服员 然后到这个银行的接触之后 再把这个病毒透过用餐的方式进到这个餐厅里头来 所以目前这整起事件都是同一个序列 看到它的一个传播的力量 大概不要33天就往下一波走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快快速传染的病毒 而针对桃园机场群聚事件 聚会中线13日针对高风险单位裁剪近2000人 14日针对一般员工裁剪6000多人 目前结果皆为阴性 陈时中表示人会监测到1月22日 如果都没有阳性个案 就代表桃园机场基本上恢复安全性 台湾本土疫情延烧 推出民众打第三剂的意愿 有民众反映台北市难预约到高端疫苗 中央1922预约平台上午10点重启 瞬间也涌入76万人次预约 系统疑似出现当机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新北市长侯友宜 近日喊话要推疫苗护照方便管理 指挥中心回应中央目前有疫苗数位证明 近期也会开放权限让地方政府使用 强调限制不宜过于强烈 有民众反映台北市难预约到高端疫苗 指挥中心回应表示 疫苗量足够将与北市讨论 如果量不够会尽快配给 以及加开施打点 台湾本土疫情延伤 指挥中心呼吁民众施打第三剂疫苗 光是14日一天 施打疫苗人数就将近37万人 1922疫苗预约平台 在周六上午重新开启 也疑似出现当机情形 因为一开始这个造访的人次比较多 有76万人有这个所谓排队的机制 所以只要安心等候那就会轮到 所以到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43万人 在一点的时候是已经完成43万人次的部分 并没有当机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 近期都表示将推出疫苗护照 方便管理 柯文哲下令资讯局要尽速完成系统 要与中央商量 衔接健保系统 而除了疫苗之外 口服药采购进度也受到瞩目 机会中心宣布 辉瑞口服药品可专案输入2万份药物 指挥官陈时中挂保证 第一批药物将在3月前抵台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佳佑 中云亭台湾台北报道 来关心中共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全球确诊超过3亿2369万例 死亡552万9千多人 但中共伊朗等政权被认为严重低暴数据 欧某狂变异株引发的确诊潮在美国纽约 和一些大城市开始消退 纽约过去一周平均单日确诊 已从月初的单日4万例下降到2.85万例 其他国家像是英国南非也都出现了这种趋缓 不过美国总体的日平均确诊数仍在攀升 每日新增75万多例确诊 占病床人数超过15万7千多人 创下新高 中南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过去一周平均 每天新增30万4千例确诊 是去年疫情高峰时的两倍 阿根廷是该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近来每天平均新增约14万例确诊 欧洲方面 法国新增32万9千多例确诊 西班牙新增16万2千多例确诊 累计超过809万例 荷兰新增3万5千多例确诊 创下新高 进度转回台湾 空军F-16V战机在嘉意外海失事 飞行员陈毅确定训职 总统蔡英文今天指示国防部 务必完成搜寻工作 尽快厘清事故原因 进行通盘检讨 并给予家属最大协助 F-16V战机最海 事故地点找到的人体组织 经嘉意地检署比对判定 确定为飞官陈毅所有 周六上午 军方又找到疑似人体组织 准备带回化验 陈毅确定训职 家属中午来到海堤上招婚 不断呼喊陈毅名字 场面哀戚 总统蔡英文指示国防部 务必完成搜寻工作 调查事故原因 并通盘检讨 同时全力协助家属 同时外海搜寻工作持续 动员包括直升机 船舰 水下大队 与多个单位地面人力 各类重型机具也进驻现场 准备展开大规模打捞 目前巡获战机残海1700多件 空军表示 除了持续全力搜索 而有关后续智商事宜 预计在过年前完成 一切将依照家属意愿办理 新厂列治台湾嘉义报道 中共军机持续骚扰台湾西南空域 今天又有10架的中共军机 闯进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包括两架运8 以及8架次的殲-16战机 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并以广播驱离 和启动防空飞弹追接 而星期五 共军也派出多达10架次的殲-16 在台湾东沙岛周边上空活动 近日印度电视台上周播出台湾特别节目 访问了中华民国驻印度代表格宝轩 介绍台湾在全球供应链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并讨论印度与台湾的经贸科技合作前景 之后又重播了三次 结果收到中共抗议 节目女主播莫汉今天在推特表示 中共驻印度大使馆向电视台提出了抗议 莫汉说 今日印度不听命于任何国家或政府的指示 我们是独立的新闻网 会对任何国家做我们认为适当的接触或报导 外媒This Street周五报道 英特尔传将斥资10亿美元在俄亥俄州建新的晶圆代工厂 占地1295公顷 十年内完工 若消息最终属实 这将是俄亥俄州自198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企业设厂 不过英特尔并未回应此消息 目前英特尔与美国设有四座厂房 彭博报道 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14日表示 严准会的升息幅度可能超过四次 甚至六到七次 以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膨 但戴蒙并未具体说明最快发生的时间 美洲稀土战已悄悄开打 美国参议院14日提出立法 2022年稀土恢复基本能源和安全控股法案 由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发起 要求美国国防承包商在2026年之前 停止从中国购买稀土 仅在少数情况下允许豁免 主要是鼓励更多美国本土稀土的开发 台湾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15日上午表示 央行将在适当时机升息 近期房价上涨是全国性 央行不动产贷款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的实施期间可能会更长 其还有精进调整空间将持续滚动检讨以促进金融稳定 暗示不排除祭出第五波打炒房的措施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全球华语文热潮兴起 加上中共利用孔子学院渗透 欧美校园被曝光遭到抵制 台湾政府与民间积极争取海外华语文市场扩展的契机 台美在2020年签署台美教育倡议 在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下 台湾将在美国华语文教育扮演重要角色 在世界各地学中文的人数越来越多 台湾与美国在2020年签署台美教育倡议深化双方的教育交流 在这项架构下 学术交流基金会15号举办了华语教育在美国研讨会 吸引不少教育相关人士参与 以及拖掌台湾的中文教学 把中国美国人积极的来自台湾的中文教学 以及台湾浩克尔热情文化 当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利用它语言教学 作为渗透以及侵蚀民主社会的手段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挺身而出 提供给民主理念相近的国家 在华语教学上更好的台湾模式 不仅是教育层面的合作而已 也是在价值面以及安全面的最佳选择 随着中共利用孔子学院渗透西方校园 被持续曝光遭欧美抵制 越来越多孔子学院被关闭 中华民国侨委会积极在欧美设置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我们在美国及欧洲已经成立了18所 今年更将在美国也更将要成立增加21所 毕竟我们在四年之内要累计达到100所 工资学院有一个不同意义 他们的意义是不仅是教育 但也要提供一些政治价格或目标 台湾人们要分享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与美国学生的学生必须从心里 这必须从人员 随着华语文热潮兴起 台湾政府跟民间积极争取海外华语文市场拓展契机 教育部、外交部跟侨委会已经整合跨部会资源 正在向行政院提出 华语教育2025跨部会整合型多年期计划 在自由民主共享价值下 台湾将在美国华语文教育扮演重要角色 新唐人亚太电视 直前李肇腾与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欢迎下节新闻重点 欧盟狂献中上海 网上流传上海大学学生紧急出逃校园的影像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整点新闻 国万优胜游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游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容过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谈判制造专业第一 国万优胜游风 深耕台东建设三十年 施工扎实 设计多元 世红建设 陪您看见对家居的价值 超过二十%的毛小孩 容易发生关节问题 快换上富丽卡透防水地板 止环耐磨保护关节 防水抗污 无缝又干净 降噪抗震 进行跑跳不怕吵 更重要的是胖菌无毒灵甲犬 家人安心 保海更开心 毛小孩最试货 富丽卡扣 扣住美好健康生活 季临近的天津市爆发欧魔狂本土疫情后 中国首都北京市海淀区傍晚通报 检出一例COVID-19阳性个案 这是继去年12月29号以来 北京通报的首例本土病例 中国疫情持续延烧 上海也已经沦陷 多所学校传出停课甚至封校 网络上还传出上海大学学生 侧拍逃出校园的影片 还有学校辅导员和导师 要求学生迅速离校的对话截图 在一戏之间登上热搜 临着行李钻出栅栏 在变种病毒Omicron陷踪上海后 上海大学学生紧急出逃校园的影像 在网络上流出 不行了兄弟们不收拾了 拿上电脑直接跑 楼下已经要封了 太可怕了兄弟们 差点没出来 幸好出来了 更有消息传出 当地多所学校宣布停课甚至封校 网络上还流传疑似是学校辅导员和导师 要求学生尽速离校的对话截图 随着上海疫情升温不止多所学校风控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14号更宣布 暂停跨省团队旅游与机票加酒店业务 而上海的龙华医院也暂停总院门诊急诊医疗服务 目前包括上海在内 中国的六大货柜港中 已经有四个城市出现或爆发疫情 新唐人亚太电视持千里赵婷玉整理报道 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在美国病逝 但据传遭到北京带走的郭飞雄至今人行踪不明 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共给予郭飞雄人道救济 允许他赴美国与子女团圆并送妻子最后一程 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妻子张青 10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因离癌病逝 郭飞雄原本去年1月要搭击赴美探视张青 却遭到中共当局拦截带走 至今仍行踪不明 无缘见到妻子最后一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14日发出声明 除了表达对张青过世的哀悼之意 也呼吁中共立即给予郭飞雄人道主义救济 允许他前往美国与他的孩子们团聚 哀悼去世的妻子 并且要求中共停止任意拘留 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出境禁令 停止惩罚那些行使他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人士 郭飞雄留下的一双儿女 也呼吁中共立即释放父亲 让他到美国处理母亲的后事 现年55岁的郭飞雄 长期为弱势群体维权发声 曾替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记者辩护 遭中共关押四次 两度坐牢长达11年 妻子张青生前被迫带着孩子逃往美国 双方分隔达15年 为营救丈夫张青曾赴国会听证 在郭飞雄荣获2015年爱尔兰前线人权卫视奖时 也亲自到场代为领奖 支持着丈夫在中国国内推动民主人权的愿景 新唐亚台电视唐洁安整理报道 接着来关心下日新闻重点 经历近半年来的疫情限制后 纽西兰法轮功学员首次举办游行 有警车协助开导 吸引民众驻足观看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如何为全家人挑选好的营养食品呢 选择出乳国际企业就对了 无糖配方 不含植物油粉、奶精、食品化合物 采用APS集团纯净乳源 通过多项验证 丰富免疫球蛋白 营养均衡 低脂肪、零胆固醇 是健康活力的最佳补剂 出乳国际企业 就像家人一样挨着你 阿公教我 用心真诚对待玩物 阿嬷叮咛我 别忘记吃好的食物 团圆之时 暖心、暖胃 保持幸福的礼物 农米欲录 世界球网乔克维奇14号遭到澳洲移民部长霍克再次取消签证 乔克维奇认为澳洲移民部不理性立即提出上诉 15号早上乔克维奇接受澳洲边境检察署的拘留和问话 晚上也会在移民拘留所度过 乔克维奇15日搭乔白色轿车 再度回到移民拘留所 乔克维奇晚上将在这里度过 等待签证取消案判决结果 乔克维奇签证案在法院胜诉之后 却再次遭到取消签证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奇表示 塞尔维亚将与乔克维奇同在 并质疑澳洲行政部门干扰澳洲的司法独立 西班牙网球名将纳达尔表示 他和乔克维奇关系很好 这件事有太多问题需要被解答 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尽快被澄清 并祝他一切顺利 英国网球名将莫瑞表示 是否要打疫苗 最终要自己做出选择 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莫瑞批评 现在整件事让人看不清楚 程序规则在哪里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这起事件拖了太久 对任何人都不好 数百位民众聚集在墨尔本公园 呼吁释放乔科维奇 乔科维奇签证取消案的法院听证会 将在澳洲时间16日早上9点半举行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在迎接中国新年之际 在迎接中国新年之际周六 组成的游行队传的游行队众 往汉密尔顿市中心前进 天国乐团打头阵 横幅方阵 武龙队 腰谷队 紧随在后 一路上吸引不少民众的目光 去年8月Delta病毒蔓延以来 新西兰经历了近半年 不同级别的封城与各种限制 难免使人对未来感到灰心 当看到法轮功队伍 弘扬真善忍精神 有民众看见希望 很疯独 有很多糟糕的事情在世界上 真的很好吃到这些东西 你能看到民众们都很享受 有些东西可以观看 感谢新西兰政府和警察的支持 趁着中国新年之际 我们希望把法轮大法的美好 带给新西兰的民众 也同时借着中国新年 恭祝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 恭祝师尊过年好 法轮大法好 正下人好 请订阅记者卢天长张明竹 纽西兰汉密尔顿报导 接下来在您关心1月16号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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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大的琴不仅仅是一件乐器 它是有生命有感情的 需要我们精心地照顾 往往我们一个小小的动作可能都会对着情绪产生微妙的影响 天音的品牌是福星 我们对于传统的理念很荣幸被神韵艺术团选为指定供应商 时间是亮照音色的不可替代的陪伴 我跟她的琴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友情了 每把琴都有她自己的个性 熟悉的才能真正发挥她的潜力 我跟她的目的说明 在这边的发生 我看的一切 但是我看的一切 在这边是什么 我看的一切 我看的一切 所以我希望给你的每一把心 都是首先我所信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